好 其实国庆大典还没开始 早在清晨六点半 警服门外就已经爆发冲突 警方要求抗议学生 把这个车子开离管制区 但学生不服 还打算要挺进国庆会场 警方只好强行拔走钥匙 把驾驶给拖出车外 但是呢 这个举动是引发重怒哦 怒火而且还越烧越烈 双方再度爆发了肢体冲突 七二三 七二三 清晨六点半冲突一处一发 贵的就是警服门前这辆宣传车 警方要求抗议学生 把车开离管制区 学生不服爆发第一波肢体 七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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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方将持不下还打算 把车开进国庆会场 车辆的群众服务 反正尽紧动实在没办法 只好强行拔走钥匙 把驾驶拖出车外 大批人力包围车辆 打算将驾驶逮捕 没想到他趁乱逃逸 这时抗议民众情绪 越来越激动 和警方再度爆发冲突 红线大点还没开始 一大早进服务门外 已经展开激烈冲突 抗议学生不死心 持续长会场 步步逼近 中文新闻 吴俊德戴车容 杨栋戴 小谷台北 中文新闻 management 新闻 我们下午